昨天我們說到,那個少女憤怒地一塊石仔扔過來, 但是張小凡這個時候全身酸痛,身形轉動都已經覺得有點困難, 就哪裡避得切呢?只要舉起左手來擋,啪一聲, 那個石仔剛剛扔正張小凡左手上臂中間的位置, 痛到當堂整塊臉都白了,少女迫謠本來都還沒怒軟, 第二塊石仔是準備扔過來的, 見到他依牙鬆脹,好像痛得很教官那樣, 開始的時候還說,喂,你插什麼帝啊? 但是看一陣,見到張小凡,似乎臉都白得好像張紙那樣, 不只是插低,走過去,在他手臂上捏了幾下, 張小凡只覺得痛得冷汗都飆了出來,他很生氣, 你,你做什麼啊? 喂,你手骨斷了啊! 是啊,是我被黑水元蛇弄斷的,跟你有什麼關係啊? 你跟我走開! 碧瑶看著他兩眼,哼了一聲,他居然真的什麼都沒有說, 走開去! 張小凡本來痛到什麼樣,幾乎要伸淫出聲, 但是,見到碧瑶就在自己旁邊,他心想,無論如何, 怎麼都不能給這個魔教妖女笑我的,於是,就強硬忍住, 幸好在青雲山大竹風,師父和師娘都教他一些療傷之筍,於是自己摺好斷骨,然後,在衣服上面撕了兩條布條下來,用燒火棍,就綁在自己手臂上面,固定一條手臂,就不用斷骨移位。 處理好傷口之後,張小凡嘆了一口氣,看一看,洞口那邊一大堆的亂石,終於還轉身,向著山洞裡直走而去, 碧瑶看見他向著山洞裡走,就說,喂,你去哪裡啊? 張小凡就說,你都說啦,那條黑水完蛇,將洞口那些石頭都打下來,拱緊了一條路, 那我當然向另一邊看看有沒有出路,難道在那等死嗎? 說完之後就大大步走過去,逼搖哼的聲音,但是,見到張小凡快走到轉彎角位, 他想了想,還是快點跟上去,因為不知道為什麼,在這個死氣沉沉的山洞之中, 一個人留下,他始終有點害怕,總之兩個人在一起,就沒那麼害怕。 不過轉過幾個彎之後,張小凡很快就失望,因為他見到, 這條通道的盡頭,是一片石壁,這一處石壁頂那裡,掛著一條瀑布, 刀刮下來,就形成一幅水簾,水流撞擊在周圍的碎石上面,水花四千,晶瑩美麗, 如果不是現在身陷絕境,這個地方的確是挺好景致的,但是這個時候, 他們就哪有這麼好景致?看個瀑布和水潭周圍,張小凡的心幾乎涼得到腳板底, 瀑布後面都是堅硬之極的石壁,跟通道兩邊的石頭沒什麼兩樣的, 而水潭也清澈見底,看來那些水應該滲了在地上。 張小凡轉頭,見到碧瑤的眼光,兩個人互相對望了眼,大家都沉默下來。 雜時之間,張小凡只覺得心亂如馬,眼看著自己身當絕境, 又擔心在外面失蹤了綠雪旗,她身受重傷,外面有一條這麼厲害的黑水懸蛇, 她到底怎樣呢?她傷勢這麼重,到底還可不可以避開黑水懸蛇的攻擊呢? 她越想越是心亂如馬,同時,手臂上那些劇筒的感覺又一陣陣傳過來,都不知道多麼難過。 碧瑤看著她的樣子,都替她辛苦,就說:「你先坐下休息一會吧,我們慢慢想辦法出去吧。」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,張小凡對她的敵意都淡了很多。 當然,如果在外面,她當然要和這個魔教妖女勢不兩立, 但是此時此地,兩個人就要死在這樹,還哪顧得上什麼門派之見呢? 張小凡坐下之後,她心只感到一陣的絕望。 她看著滴水的石壁,心中在想,想不到自己第一次下山,就受到這麼大的挫折, 甚至可能要死在這樹。 如果師父知道,恐怕又要大大罵我一生了。 如果是靈兒師姐知道,我就要死在這樹了,都不知道她…… 唉…… 這時,碧瑤坐在她身邊,也百無聊賴。 看著她,見到張小凡的神師這麼古怪,忍不住就問, 喂…… 喂……你想什麼呀? 張小凡吃了驚,馬上由胡思亂想之中驚醒,她的臉紅了紅, 但是,這時又怎能將自己心裡的說話告訴別人呢? 於是,她只要扯開話題,看著山洞頂的石壁就說, 哈……這個死靈磚的怪事真是多了。 你看看,這裏的山洞,洞頂的石壁上面,有幾塊紅色的地方, 那些水珠流過的時候,都拍得好像血那麼紅啊。 碧瑤一聽,當同整個人一閘閘起來,神色都緊張了, 你……你說什麼話? 張小凡真是想不到,自己隨口說那幾句話, 搞到碧瑤有這麼大的反應。 她看著她一眼,指著她的洞頂就說, 你看看,那樹是不是有幾塊紅色的石頭咯? 碧瑤馬上走過來仔細一看,果然,透過山洞頂的水珠, 見到洞頂石壁上面,一共有七塊,大約有半隻手掌這麼大的石頭, 霜陷在上面,石頭的質地紋理,和旁邊的石頭一模一樣, 只不過顏色又不同。 張小凡見到碧瑤的神色都不知道多麼緊張, 全神貫注地看著洞頂的石壁, 心就覺得很好奇。 她站起來,也向洞頂看過去, 只見那七塊紅色的石頭, 歪歪斜斜地分佈在洞頂那裡, 看樣子似乎是一個很古怪的殼形狀, 尤其是那些顏色, 都不知道在這個洞裡被水流沖刷了多少年, 但是依然好像血金紅, 甚至連那些晶瑩的水珠流過那些紅色石頭的時候, 都被它拍到像鮮血一樣的紅色, 然後一滴一滴滴下來, 就好像一滴滴血滴下來那樣。 只不過,這些鮮紅色的水珠, 只要一離開那塊紅色的石頭, 就馬上恢復原來透明的樣子。 就在這個時候, 她忽然聽見身邊的迫謠, 口裡唸唸有詞說, 滴血洞,滴血洞, 哎呀,找到了,找到了。 哈哈,你的黑心老鬼, 原來將滴血洞建在這個地方, 難怪八百年, 我們找來找去,始終都未找到。 張小帆本來, 聽到一頭冒水, 但是轉念一想, 馬上就想起, 當日剛剛, 在死靈磊的死海邊, 見到碧謠的時候, 他就曾經問過自己, 是否來找滴血洞。 啊,他當堂明白過來了。 哼,邪魔妖道, 碧謠這個時候, 他心情都不知道多好啊, 他居然沒有生氣, 反而小笑說, 哼,我是邪魔妖道, 這樣怎樣? 我還要多謝你, 幫我找到這個地方啊。 張小帆聽見他這樣說, 他心更加不開心, 尤其, 那個碧謠現在還要笑得這麼燦爛, 他心突然升起了一團無名火, 覺得自己無意中, 幫了這個魔教妖女大忙, 恐怕日後, 如果被自己的師父長輩知道了, 一定要受重重的責罰了。 但是跟著想到, 自己現在, 連出去都出不了, 唉, 還想什麼以後的事呢? 一想到這個念頭, 當堂就泄氣, 一聲不出地坐下, 但是碧謠現在就很歡喜啊, 根本都沒有在意到張小帆的神情。 各位, 講起來, 魔教的歷史, 已經有很長的時間, 比青雲門還要長得多。 不過, 魔教裏面, 一向都是派系淋淋, 而且明目凡多。 在這麼多魔教的分支分派裡面, 有時是這一教興旺, 有時是那一派衰落。 追溯到去, 大約一千年前, 魔教興盛的時候, 當時最大的分支, 就是黑心老人所在的練血堂一派, 號稱是魔教當時的第一大派, 實力非常之洪厚, 派內高手如雲, 黑心老人自己更加是道行高深的老祖宗。 但是, 因為歲月變遷, 又和正派人士幾番爭鬥, 練血堂就逐漸走向衰落, 魔教的其他派系就乘機興起了。 現在, 魔教之中, 最有影響力的四大派, 就是俠歡派, 萬毒門, 長生堂, 和鬼王中。 不過這四個魔教的分派, 雖然都很有實力, 但是, 論起星世, 就絕對比不上當年盛極一時的練血堂。 而在魔教之中, 這八百年來, 一直傳說, 當年正魔大戰之後, 練血堂主的高手, 雖然都已經戰死了, 但是, 他們那些神奇的法寶, 還有種種的秘笈, 他們全部藏在練血堂, 萬福古洞地下, 一個叫做敵血洞的地方。 這八百年來, 都不知有幾多魔教中人, 暗中偷偷下來萬福古洞, 甚至連死靈鑽, 都招勻了, 不過個個都兇手而回。 別看這個年輕女, 迫遙年紀輕輕, 但其實, 已經是魔教的四大支派之一, 鬼王宗裡面, 一個很重要的人民。 這一次, 他之所以來到死靈鑽這麽空險的地方, 就是得了鬼王宗宗主的委派, 以來找敵血洞, 這個八百年來, 無數魔教的前輩, 找來找去, 都始終找不到的地方。 現在, 這個地方居然就在自己面前了, 哎呀, 你說他怎會不歡喜呢? 一時間, 連自己已經陷入了絕境, 都不記得了。 迫遙這個時候, 真是滿心歡喜呀, 他馬上小心翼翼地騰身而起, 伸手輕輕地去, 轉一下, 摸一下, 按一下那些紅色的石頭。 但是, 無論他用什麽手法, 每一粒紅色的石頭都碰過了, 但是始終都是一妻如想, 根本沒有什麽特別的現象發生。 張小凡在下面看到, 心頭不禁一陣高興, 忍不住笑著說, 我看你這樹, 根本就不是什麽滴血洞, 是你自己猜錯。 迫遙沒有辦法, 跳回到地上, 狠狠地蹬著張小凡一眼, 但是他心都覺得很奇怪, 難道真是自己猜錯? 接下來, 在跟著那兩個時辰那邊, 張小凡就百無聊賴地坐在地上, 看著迫遙, 在那來回度步, 眉頭緊皺, 苦苦思索。 但是, 但是無論他想到什麽新鮮的辦法來對付那些紅色石頭, 就始終無功而返, 張小凡在旁邊看著看著都覺得無人, 誰知這時又肚餓, 身手在三刀裏面一摸, 才發現自己帶的乾糧原來早就已經掉了, 哎呀, 這就閉家夥了, 這個山洞我沒有什麽可以吃的, 這個身邊的小水潭的水都是很清, 但是清得連魚仔蝦仔都見不到, 眼看著肚子越來越餓, 越餓就越難頂, 張小凡是無計可思, 只要捧起幾口清水, 滑滑滑地連飲幾口下去, 怎知越飲呢, 肚子就越餓, 在旁邊的迫遙, 終於發現他有點不妥了, 轉頭看看他, 忽然說, 喂, 你是不是肚餓呀? 張小凡無論如何, 都不肯在他面前丟這個架, 馬上一往頭說, 沒有呀, 哪有呢? 怎知他的肚子好像跟他作對似的, 這頭他剛剛講完, 那邊的肚子就固固的連叫了兩聲, 碧瑤聽到忍不住嘔嘔笑上來, 張小凡醜到臉都紅了, 如果地上有個洞, 他肯定馬上就鑽下去了, 怎知碧瑤笑了兩聲之後, 他又拿出一份乾糧遞給張小凡, 喂, 我看你呀, 還快幫我想一下, 如何解開這個敵血洞開門的辦法, 你以為一份乾糧就可以收買到我嗎? 癡心妄想啦! 碧瑤見到他這麼挖強, 抖抖抖抖抖, 硬著一輪, 跟著小凡說, 你錯啦! 我其實說呢, 我們已經身陷絕境了, 如果找不到出路, 肯定會死在這一樹, 但眼前有個敵血洞, 說不定找到這個山洞之後, 裡面有另外一個出口都不頂呢? 張小凡聽了一想, 也有幾分道理的, 要救回自己的命, 看來, 現在就只有敵血洞一個希望了, 但他性格不強, 總是不像迫瑤遞過來的乾糧, 站起來, 亦都很認真地看下那些紅色的石頭, 不過, 這七粒排列到, 好像一隻殼一樣的紅色石頭, 就在這個山洞頂的石壁之內, 除了顏色紅一點之外, 和周圍的石頭完全沒有什麼兩樣, 張小凡看了一陣, 都是一無所獲, 又想起, 剛才迫瑤已經跳上去, 對著那些石頭又按又捏, 又打又拉, 什麼都試過了, 自己再上去試一下, 都是一樣的, 看一陣, 張小凡想極都想不到, 究竟上面收了什麼秘密, 於是索性躺下休息, 都不知過了多少時間, 腳腳聲地睡著了, 但是, 這一覺迷迷糊糊, 都不知睡了多久, 張小凡這樣才醒來, 睜大眼一看, 看見到碧瑤依然瞪著眼, 死死地看著那七塊紅色的石頭, 張小凡的心, 這個時候對這個女子的毅力有幾分的佩服, 剛剛坐在身上, 誰知道身一動, 肚子又咕咕咕咕地叫上來, 看上來, 都不知餓得多麼狼狽, 碧瑤聽到不禁轉頭看著他一眼, 張小凡是醜到幾乎無地自容, 他這個人的性格, 是命可以不要, 但是假就千萬不可以丟, 他馬上轉頭, 不去看碧瑤, 但是, 臉都一陣發滾, 乾燥了兩聲, 又走到水潭邊, 想捧清水來喝, 這個水潭的水很清, 但是, 那些水就不可以當飯吃, 喝了兩口, 張小凡嘆了一口氣, 看著水面不敢整個呆曬, 他見到水珠, 在洞頂的石壁滴下來, 滴入水面, 泛起層層的漣漪, 在水面下面, 倒映出自己潮碎的面容, 已經有些發紅了。 嗯?發紅? 張小凡突然發覺, 為何水裏面的倒映, 會有紅色出現? 迎神看下, 果然, 見到自己在水裏面倒映的面上, 有幾塊紅斑, 再仔細看下, 發現不是呀, 這些紅斑為何震下震下? 再擔高抬在石壁上面一看, 原來凍頂的幾塊石頭, 倒映在水裏面, 再和自己的倒映, 就疊在一起, 感受到這樣的效果。 哦, 原來不是真的自己面上有幾塊紅斑, 張小凡這樣才鬆一口氣, 但這個時候, 他的心一動, 走一步, 看著水面, 只見水波蕩漾之間, 果然在水潭裏面慢慢浮現出, 七顆紅色石仔的倒映, 因為倒映的關係, 這個時候他們的排列已經不是那個古怪的行, 而反而是有點像一個人的手掌。 張小凡站在那裡, 他動都沒有動到, 這時候他已經感覺到, 自己似乎已經找到了, 開啟這個敵血動機關的關鍵了, 但是, 但是自己應不應該, 講給這個魔教的妖女聽呢? 這時候, 他就好像突然間自己來到這個路口, 不知道何去何從一樣, 但是過了一陣, 求生的念頭, 始終是戰勝了其他的念頭。 他轉頭說, 喂! 碧瑤還看著洞頂, 萬不驚異地說, 我不叫衛呀, 你當初見過的時候, 你都說過了。 呃, 張小凡站一站, 想起當初, 自己的確這樣回應過人家, 不禁有一些不好的意思。 那你叫什麼? 我叫碧瑤咯。 嗯, 那, 那你過來看看這樹吧。 幹什麼呀? 你, 你看看水面。 碧瑤走過去一看, 咦? 在自己集中精神之後, 慢慢看清楚, 原來, 洞頂的七塊紅石頭, 在水裡的倒影, 就像手掌一樣。 他不禁整身震一震, 咦? 這個, 這個是…… 我都是無意中看見的, 說不定, 和你想的不對呢? 無論如何, 我們都要試一試的了。 碧瑤一講遠, 就噗一聲, 纏進水裡。 張小凡吃著驚, 碧瑤站在水裡, 好安靜地等待著水面, 重新回復平靜, 出現那七塊紅石的倒影。 張小凡在旁邊看著, 見到一顆粒, 好像珍珠那麼晶瑩的水珠, 在空中輕輕飄下來, 落在這個美麗的女子的頭髮, 肩頭, 面上, 衣服上邊。 透明而清晶的水珠, 由他烏黑的髮梢滑下來, 慢慢流過他雪白的肌膚, 好像連他的臉都美麗到幾乎透明一樣。 張小凡忽然看到呆了, 好像這個山洞本來流動的水珠, 都忽然遠去消失。 在他眼裡, 只有面前這個, 站在水裡, 好像出水芙蓉那麼清麗的女子, 帶著動人心怕的美麗, 向自己撲面池泥。 他七塊紅石的倒影慢慢出現, 的確好像一個人的手掌, 迫瑤看進了位置, 慢慢伸出右手, 在手掌的位置按下去。 他好像白竹一樣的手, 穿過溫柔的水波, 向下伸下去。 那些紅色的石頭, 在水裡的倒影慢慢飄動, 水面之上, 波光輪輪, 都不知反映著, 在哪裏射來的光芒。 將這個美麗女子的面旁, 也影到微微發光。 一按下水底, 迫瑤就感到自己手下, 有五個手眉凸起的地方, 正是對著自己手掌的五個手指尖。 迫瑤的心一動, 輕輕地撥動那些在水底的泥沙。 果然在沙石之下, 有五塊陷在地底的石仔, 隱隱約約, 翻著紅色的光芒。 迫瑤不再多想, 五隻手指向下一起用力地按下去, 然後擔高頭一看。 是嗎? 他和張小凡兩個都拼住呼吸, 仔細地看看周圍,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? 各位, 欲知後事如何, 我們明天再講。 珠仙字典。 講完今天的故事之後, 心頭都不禁, 有些悲哀和無奈的感覺。 張小凡和迫瑤, 這兩個陌生, 甚至在初初見面的時候, 還對對方有些好感的少女和少女。 只是因為大家身處不同的環境, 於是就是因為正邪不兩立, 仙魔不定傳這兩句話, 他們就必須站在不同的立場, 甚至還要成為死頂。 這一切, 是多麼令人覺得悲哀和無奈。 但是, 在這個突然間密封了的世界裏面, 在這個和外界完全隔著的環境之下, 門派、怨言道路的不同, 似乎在那一瞬間消失。 於是, 這一對根本就毫無仇恨的男女身上, 愛情, 就是這樣, 在絕境之下, 朦朦朦朦的發生。 你能不能理解, 或者, 他們自己都未必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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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自己都未必敢。